曹操一生五大错,错衰一人,错杀一人,错留一人,错心一人,错方一人,东汉末年,汉氏轻颓,天下成三分之势。 三国时期,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豪杰并起,战争频发的传奇年代。 正是基于此,原莫名出的文学家罗冠忠,根据记录这个时代的《三国志》撰写了一本传奇的战争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。 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学成就,被誉为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,迄今为止,有过数部翻拍的影视。 其中有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,尤其是在小说中较偏向正面人物的刘冠章三人。 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汉朝血脉的传人,以光复汉氏为目的,所以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不免会减少许多关于他们的负面情节。 相应的,与刘备代表的蜀国对立,并纠缠多年的曹魏领导人曹操,在对他的情节描写中会更体现出他尖雄的性格特点。 然而,正是这样的一世枭雄,最后让魏国成为了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。 即便是曹操这样的枭雄,也曾经犯过五个错误,每一个错误都差点让他败北。 错误一人,华陀是我国古代的神医,传说中就是华陀发明了麻斐散,是古代的原始麻醉药。 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,曹操有一种致命的病症,每次发作头痛欲裂,便寻天下神医都不得方法医治。 这时,曹操寻到了华陀,并要求华陀给他治病。 但令曹操没想到的是,华陀只给了他两个医治的药方,一是让曹操归隐山林,从此不问正事。 头痛便可痊愈,而是用斧头开炉的方法医治。 在古人眼中,开炉几乎等同于死亡了,华陀的方法一出,曹操大怒,以为华陀是汉氏大臣派来刺杀他的,于是就命人杀掉了华陀,可怜一代名医就此云命。 可惜后来,再没有能与华陀相比的医生,也再没人能够医治曹操的病症。 曹操最喜欢的幼子曹冲去世的时候,曹操不禁颜面痛哭, 直呼悔杀了那华陀。 错放一人,曹操杀伐果决宁可我负天下人,不可天下人负我,属当事心狠之罪。 但就是一时的疏忽大意,曹操错放了一人,给自己留下了极大的隐患,那人就是刘备。 当初曹操与刘备,青梅竹九论英雄,已经对刘备起了戒备之心。 但曹操没想到,刘备后来居然会得到诸葛亮,不仅成功建立蜀国,还因为有了诸葛亮,赵云这等能臣强将,成长到于魏巫三族鼎立。 而且因为刘备的汉式血统,在三国的竞争中具有极大的竞争力,给曹操想要让魏国统一的野心带来了阻力。 如果时光能倒流,那么以曹操的性格一定会一早就杀了刘备永绝后患。 错睡一人,公元197年,曹操与张秀打了一架。 按理说,曹操拥有着精兵强将,张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 只是张秀早已经投靠到了曹操的门下,又是突然发起了攻击,这才导致了曹操兵败如山道。 这次兵败,曹操损失惨重,不仅失去了大将典围,连自己的长子曹昂也被张秀所杀,曹操也差点交代在了那里。 那么,张秀已经投靠了曹操,为何最后又反了呢?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人,邹氏。 公元197年,曹操率军讨伐张秀,张秀知道自己无力抵抗,直接选择了投降。 不费一兵一足,就拿下了张秀,曹操十分高兴,当晚举行了盛宴,款待了一众手下。 九族饭饱了以后,曹操有点飘飘欲鲜。 这时候,就对手下的人说,自己今晚兴致颇高,想找一个女子侍奉。 这时候,曹操身边的人说道,进城时,看到一位美丽的少妇,这个人叫邹氏。 只不过,这个人是张秀的沈阳。 听到是张秀的沈阳,曹操并不在意。 因为张秀都被他收服了,何惧他的沈阳呢? 于是,在下人的安排下,曹操把邹氏给睡了。 第二天,这件事就传到了张秀的耳中。 张秀这个人,为人不怎么样,但是对族里的长辈可是尊敬有加。 听说自己的沈阳被曹操睡了,这可是丑时一桩,顿时火冒三丈,这让他以后怎么再足离婚。 张秀因此动了杀心。 不久后,晚城之战爆发,张秀突然造反,打得曹操措手不及。 在逃跑的过程中,曹操的马匹被弓箭射杀。 这时候,张子曹昂把自己的马匹给了曹操,这才保住了一条老命。 只可惜,曹昂却被张秀所杀。 事后,曹操异常后悔,如果没有错水周氏,大将典围,儿子曹昂等人都不会死。 如果曹操没有动这个色心,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惨事发生了。 错心一人,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战败,就是因为错心了黄盖。 当时诸葛亮与周瑜决定使用火弓、铁锁连环来攻破曹操的水军。 但是这样的计谋,需要有人取得曹操的信任,才能近距离将火油泼到曹操的船队上。 这个人就是黄盖。 在黄盖与周瑜的假意决裂后,黄盖假装投降,到了曹操阵营。 曹操本来不信,但看到黄盖,实打实地被周瑜打了一顿,身上伤痕累累时,才相信这两个人真的有了局域。 其实,这就是黄盖的苦肉计,从中也衍生出一个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典故谚语。 而曹操的这一次错信,让他惨败于赤壁。 错留一人,曹操错留的这个人,就是后来晋朝皇室的祖先司马懿。 司马懿欺人阴险狡诈,颇有诚服,早在曹操在世时,他就对司马懿十分戒备。 但是彼时,除了曹家与夏侯家的战将,也只有司马懿的才能,可以领兵对抗诸葛亮。 司马懿的才能是曹操自己都肯定的,但司马懿的野心也十分明显。 以至于,他在魏国任职时期,就慢慢执服自家势力,经历了司马懿、司马懿之后,魏国曹家势力,彻底被司马家蚕食,三马同曹竟称为现实。 其中,肯定是因为司马懿处心积虑,掩盖自己的野心,千方百计地在曹操面前保全自己。 但明明看出,司马懿能立于野心的曹操,最终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,那就是留住司马懿的性命, 并不杀他,让他扶持曹批。 如果曹操没有留下司马懿,那么可能曹家不会才经历短短几代帝王,就断送魏国基业。 这可能是曹操这些大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。 人非圣贤,孰能无措,纵使是曹操这样的枭雄,也不能避免犯下错误。 也正因如此,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才会这样精彩,引人深思吧。 曹操的一生极具戏剧性, 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,杰出的军事家,政治家,但是同时奸诈,狠毒,阴险这样的行为,也同时兼并在他的身上。 可以说,是具有多种人格,他的勇气和智谋,值得人们赔负他的野心,帮助他统一了北方,成就了伟业。 但是他犯下的这几个错误,导致他无法尽善尽美地,实现自己的目标,在成就伟业的路途中受尽了苦头。 他如果没有犯下上述的五个错误,说不定真的可以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。 三国是各大英雄共同的战场,踊跃出了数不清的豪杰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,如果曹操避免了上述的失误,曹魏一统天下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 只不过历史没有重来的机会,错过就是错过了。